憲政改革的範圍非常廣 单就憲政体制而言 估不论未来要走向总统制 内阁制或双首长制 即便是要维护双首长制的精神 国会的议员也应该要考虑兼任 或是担任内阁的部会首长 如此才有办法减少立法跟行政的落差 让跟民意接轨 让民意能够接地去 同时也能够提高行政效率 第二个问题是 台湾的政党应该要建立国家利益为优先的政党文化 国人都希望政府要拼经济 政府也以拼经济为最优先的政策 最近行政院也通过了一个官员台商 回国投资的专案计划 但是我们很清楚 目前中美贸易之间的冲突 也提供了台湾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欢迎台商可以回来 但是即便政府做更多的努力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跟其他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好比美国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参加区域经济 好比CPTPP 都会有关税的障碍 我们欢迎台商回来的工作会四倍功半 在台湾的企业要经营 也会增加更多的困难 可是在过去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美猪美牛要开放 在野的国民党反对 可是当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在野的民进党反对 过去我在立法院难辞其咎 要跟社会说声道歉 但是我今天是语重心肠 政党必须要建立一个 国家利益至上的政党文化 社会也应该要用国际的标准 来接受国际贸易的工作 这样子我们才有机会 跟加入这个区域经济 如此的话台湾才不会越走越困难 第三个是 台湾应该要团结 共同面对中国 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开 提出习无点 清楚指出 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而且也只有一条路 就是一国两制 在此状况之下 各个政党都不应该再存幻想 面对这么重大的事情 台湾社会应该要共同面对 应该要团结来解决这个问题 两岸的问题很大 很复杂 要解决也很困难 但是其实点 在台湾 只有台湾团结 没有政党的利益 只有台湾国家的利益 共同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才有办法迎刃而进 如果每一个政党 各自解释 九二共识 过去是九二共识 到底有没有一中各表 台湾有政党认为有 中国说没有 那现在变成九二共识 各自表述 这对台湾的团结而言 没有任何的帮助 因此我今天在这个重要的场合 我特别跟台湾社会报告 台湾应该要坐下来 应该要团结 面对中国的问题 如果台湾没有办法团结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台湾的机会也会一日一日的流失 当台湾有办法团结的时候 不仅仅可以解决两岸的问题 台湾的国力也会越来越壮大 这两天很多朋友 其实有些是不赞成我去接这个工作 他们认为说你改变不了的 这个系统已经是这样子了 你改变不了 你只会把自己弄得是一身油烟 一身脏一身臭 我当然自己当然知道说 这事情是困难的事情 可是是什么原因 悬音说服我说愿意接受这困难 有时候我觉得其实总是要试一试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民进党碰到问题 就我的观察 当然这个品牌出了问题 品牌形象出了问题 那因此作为 假设作为民进党的民主党这个角色 我的工作其实应该是非常专业的 去找出这个品牌形象碰到的问题 然后从两个角度去解决它 第一个角度是 你接下来 下一次主要的购买时间 会是在一年之后 你应该想办法在这一年时间 不要再有任何可能造成 你品牌耗损的任何事情发生 那第二个要做的事情 你除了去减少这些耗损之外 是不够的 所以你必须想办法去找一些 有没有哪些东西 可以正面的提升 创造你党牌 政党的品牌形象 好 回到现场 我想请教老师姚立敏老师 怎么样看国民两党 在新的内阁团队 在人事布局当中 呈现最新的一个态势呢 姚立老师怎么看 我想你如果从表面上来看 你的确没有办法跟大破大力 四个字连接在一起 因为90%的官员都留任了 大概头换了 院长 副院长 秘书长 身子没有怎么换 大部分都留下来 所以表面上看来 的确可能在社会上 一般人期待可能变动更大 变动更多 好让他有新气象的感受 好像并没有太符合 可是我觉得 这个不是人的问题 是做事情的问题 我就拿潘文忠来讲 潘文忠回任教育部 很多人认为很特别 说你原来离开 教育部的理由是什么 现在回来的道理又是什么 是不是能连接在一起 那如果你适合做教育部长 当时干嘛要离开 才不过两三百天的事情 那当时如果不合适 现在又为什么回来 其实这些都是在人的上面 在打转 可是我觉得印证这个阁 这个新内阁到底行还是不行 重点在做事 我是观察 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做出一些 大破大力的事情 我就拿潘文忠教育部来讲 每个部会我都可以说 我就拿潘文忠来讲 向立法院要求 教育部公布全面清查 赴中国教授兼职的名单 一句人做不了 他不做 我问潘文忠你会做吗 是 又问全面公布教授兼任 读懂各七大企业的独立董事 的名单 前教育部长不做 你会做吗 这些是回应民意 回应立法院 接地气的做法 可是我不晓得 这些人的面孔是老面孔 人都是留任的 可是事情会不会做出新的事情来 这是关键 尤其是我觉得 我不只是谈到这个内阁 尤其是我谈到将来总统府所管辖的事情 总统管辖的事情 我更多的期待 我最近常有一种感受 我不晓得其他人有没有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还有三军统帅 什么叫三军统帅 我不是不单只是蔡英文 我请蔡英文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还有三军统帅 一个国防部长在内阁 促转会说要去调整 我们的威权象征 蒋中正的象 是 可是我们的国防部长说 对不起这个人很有贡献 国防部长在定调转型正义 请问他是最后的决策者吗 没有三军统帅 可以决定我们国防的 这么重要的转型正义的事吗 又譬如说 立法院要删陆军官校的 小部分的预算 冻结 冻结他一部分的预算 是 是因为他不愿意改校歌 对 我请问你 我们可以容许一个陆军官校 一个学习康立法院 我们没有三军统帅了 这件事情到底该改不改 难道可以任凭一个学校发展吗 我又譬如说 现在一个外交部的一个小人士 我们叫做口义哥 派做美国的政治组组长 对 我必须说 全部的人士 好像被这么一个小小的人士 的新闻给拉走了 你不觉得吗 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整个人士 整个内阁的改组 好像可是我们整个的媒体 网络都在讨论一个小小的 一个外交部的一个组长 一个住美单位的一个组长 我们难道家里没有大人 可以处理这种事吗 这个难道不是一个 应该面对的问题 就是任凭没有关系 任凭网络自己发烧 反正我们做得对就好了 是这样子的态度吗 尤其我思考到选后 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方法 换掉我认为 从来没做错事情的吴英林 然后我再看看这些现象 我心里真的有一点点悲哀 当然转过身来看 转过身来看 我必须说 民进党党部的改组 让人很有期待 第一他全面焕然一新 卓荣泰搭配罗文家 你觉得很值得期待 对啊 很值得期待 因为尤其是罗文家 出来讲这个话 他不是为蔡英文选举出来的 他也不是为卓荣泰服务的 他是因为自己的国家 自己就我觉得 这个话是有道理的 这是有理想 有报复性的 从来 从出江湖 我觉得很值得期待 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了 社会的观感 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了 那件事情 他会不会有所成就 或者能不能做好 或者能不能符合社会的期待 所以我觉得今天在看到府院党 如果我们看到三个都要改革的动作 我的期待更多一点 是希望做的事情 立刻有一些做的事情出来 让人耳目一新 让人眼睛一亮 那我相信这些脸孔不改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重点是你过了一两个月 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 没有什么让人振奋的作为出来 我觉得这个内阁就不值得人期待 好 鉴赏期 现在政治人物 或者是整个政党 整个团队 它的赏位期 鉴赏期 都缩短了很多 你有沒有发现 最近大家就说 韩国瑜的声量 怎么突然之间 怎么递解了这么多 那更不用说像是科文哲的部分了 我特地调出这是潘文忠 为什么呢 其实这段谈话 在立法院谈话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外界在看出 我们的教育部长潘文忠 面对台大校长的当时当选人 管忠敏 到底前往中国 有没有兼职 这个疑云不断冒出的同时 那个时候的教育部长潘文忠 他曾经在去年4月份 在立法院答询时 他怎么说呢 管忠敏被具名检举 附中兼职兼克 达31项 教育部必须要去厘清 他说是教育部 对社会责任所在 我们听听看 他当时怎么高分辈去批评 怎样的一个事情 来还原这个大现场 由现在新来个认识 人事的一个布局当中 看出台湾除了 期待这样的团队 要做事接地气 拼经济之外 县宏还看到什么了 先听听看潘文忠 在立法院这项高分辈的 一个抨击 县宏继续帮我们做分析 听听这个大现场 我们现在成立跨部会小组 接下来是不是要成立 跨部会委员会 卡管委员会 我都不知道这一卡下去 要卡多久 跟委员报告 这绝对不是为了 特别什么卡住 只是因为 目前的这些 争执 这些疑义事项 尤其是副中兼职的 这些事项的厘清 管教授 说实在的 到目前为止 他说了你会相信吗 跟委员报告 他说了你会相信吗 跟委员报告 如果说一定要用国台办来证明他 这件事情才是天大的笑话 这个 他是要担任台湾大学的校长 不是担任中国大陆任何一所 那你要怎么去查 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去查 所以目前为什么说 要这么费州 会不会查了半年还没有结果 还是查到 两年三年都还没有结果 那台大的校长是不是就可以空两年三年 我只问这件事情 查是另外一回事 台大的校长 如果你们继续查没有结果的话 半年没有结果 能继续查下去吗 跟委员报告 现在我们为什么需要跨部会 就是希望针对这些争点 因为管教授 连把自己到底有没有被网站上 被哪个大学所挂上去的这些职称 这些课表 他都不愿意去做说明 其实说实在话 这不太像是一种 要担任大学校长的分析 这是当时在立法院的教育部长潘文中 他认为 我要去查管中民们 附中去兼职有国台办的认证 这是天大的笑话 其实当时潘部长是非常有决心跟魄力 展现他的一个执行力 现在他回任了 回任周一部长 外界给他的期待会是什么 包括在台面当中 过去可以说是在网路或传统媒体当中 非常重要的人物 通通也都回任或者是留任了 来这样的组合能够因应 现在被认为要接地气 甚至国际局势变动当中的团队吗 来 谢宏怎么看 小军你刚刚讲到这个国际形势的变动 其实是非常核心的 也就是说台湾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 2019年之间 无法完全以自己内部的情况做考虑 因为你如果从一件事情来看 就是说选举的时候 不是大家爱讲那个什么 政治100 经济0 对不对 你看 选举一过 政治100 经济 经济100 政治0真的通吗 不通 政治跟经济分不开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看那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民调 就是政治100 就全部回来了 所以民进党的这个新的团队要注意到 不要老是受到影响说经济经济经济 这是会有问题的 你政治要做对 政治要做对 我用一个例子讲 这是这一期的那个 Economist 就是经济学人 他底下有一张漫画 那他把台湾放在 The World This Week 就是全世界今天最重要 这一本周最重要的事情 台湾入榜 那他台湾入榜的时候 他上面讲的是什么 他说这个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 已经说他一定要把台湾统一过来 然后他这里头称呼蔡总统 台湾总统 说我们拒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然后他底下画了一个漫画 你看那个习近平这个形象 他还要活吗 画成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土流氓的样子 英国人画的 那就说他这里还说了一句话 这个最好笑 这对英国人来说念之在之 他说台湾你加入我吧 我一定保证你的待遇跟香港一样 你看这个算是非常好笑的一段度 你一定跟香港一样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什么样 所以这个是大气候 我觉得这个大气候要掌握 所以未来总统府如果要变化的话 我想美国 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 我们驻外的单位 要非常清楚的跟全世界 特别是美国跟日本互动 而且是政府对政府的互动 那这些政府对政府的互动 老实说今天实质上 我们一点困难没有 尤其美国通过台湾旅行华以后 完全没有困难 那不停的这样子互动 里头交换所有的讯息 那在这一段时间里头 我们也知道 美国准备叫我们远离中国 Wha away from China 为什么 你看其实我们现在政策也是 我想苏贞昌院长上去以后 他其实并不难做 他要在租瘟这个问题上面 加大力度 因为这个是守住台湾2000亿产业 非常重要的一块 我相信包括所有人 不管蓝绿 大家不反对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大家不反对事情 尽量做做事 一定要做满做绝 但是现在国际间更关注 是中国内部的一个状况 来我看这个VC 希望继续帮我们做补充 刚刚特别提到 苏贞昌认为 其实做事就是要对的 只要是做对的就是王道 可是现在台湾 还是全心在抗拒一中 全力在防堵一国两制 赖清德院长今天发表谈话 是特别提到 不要再对九二共识存有幻想了 台湾应该团结面对中国的威胁 在今天交接典礼当中 他特别提到了 因为除了说 刚刚他坐上这个大巴士 跟乡亲回去台南之外 赖清德特别提到 三项的一个面向 进行宪政改革 而且台湾的政党 应该建立以国家利益 为优先的政党文化 台湾更应该要团结 共同面对中国的威胁 尤其是面对习近平 所提的一国两制九二共识 不应该再存有幻想了 这是今天赖清德院长 所发表的谈话 那实际上呢 国际的最新集市当中 包括中国内部的状况 我们播放这个最新的一个VCR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在江苏省 今天出现这个画面 疫苗过期的丑闻 愤怒的家长聚集在 这个县政府抗议 要求说明 但是万万没想到 当地的县委书记 出面之后 却是谎话连篇 频频打官腔 最后不但被虚下台 还遭到气愤的民众群起围殴 中国内部 朱瘟受到关注 可能失控之外 疫苗甚至流感的状况 真相是什么 来看这个VCR 现往去帮我们做补充 满满人潮一涌而上 举起手对中间男子 就是一阵猛锤 被民众愤怒围殴的 不是枪击药犯 而是中国江苏金湖县委书记张志勇 话还没讲完就被虚道报 中国江苏最近传出疫苗过期丑闻 7号有家长带孩子接种疫苗 却忽然发现 医院的小儿麻痹疫苗已经过期 事件迅速发酵 其他家长一查才发现 不仅有疫苗过期超过6年 甚至有的连记录都查不到 所有疫苗几乎都有问题 县政府却频频装傻 愤怒家长11号群起抗议 逼得县委书记出面说明 没想到一现身又关枪连篇 声称只有145名孩童受害 瞬间点燃家长怒火 把张志勇打得宛如过街老鼠 冲突延续到晚上 官方还调来大批武警强制清场 甚至有民众被警察打倒在地 有家不能回 那就是我们那 谁还把钱养出来的人 过期疫苗让孩子不停发烧呕吐 粗估有上千孩童受害 即使金湖县政府强调已立案调查 但大动作出动武警镇压 更禁止当地媒体报道 一切行为不止欲盖弥彰 也让民众对政府更加心寒 好 台湾当前在抗拒一中 在抗拒一国两制 而实际上中国内部所持续的状况 国际所要关注的焦点来谢宏 那流感 现在是流感季节到 那我们现在已经从很多个方面 都收到讯息 中国流感这一次非常厉害 特别以前流感清洗汇部 这一次流感特别会清洗脑部 而且清洗小孩 那这个是 我相信我们这个讯息 希望CDC 台湾的CDC 我看CDC其实是已经有一些通报 可是它现在还停留 今天来上节目之前 我特别上去看CDC 我们还留在11月23号的通报 这是不够的 我相信这个过了12月跟1月 其实有更多的通报进来 那这个通报挂在前面 全部是中国流感 那这个是我知道我们的卫生单位 尤其是疾病管制的时候 其实是在注意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 勇敢地通报这个问题 那以这个疫苗的问题来看 我觉得中国 它不但是如同外交部前一阵子讲 它连猪都管不好 它现在这个疫苗的问题 我前一阵子曾经打电话 进去中国去访问 大家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办 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最主要是制造疫苗的人 基本上是官商勾结 所以它官商勾结的结果就是 你没有办法抓清楚 然后他们对疫苗这个概念里头 后来我们比如说我们台湾 我们比较单纯 想说既然自己不会做 我们就进口就好 对不对 不行 中国不可以进口疫苗 但是后来我找了台湾一个疫苗专家问 我就问说 这不可以进口疫苗 那请问习近平他打什么疫苗 难道他可以不要打疫苗吗 他是因为国家领导人 所以他金刚不坏吗 不会啊 他也一个要打疫苗 他打什么疫苗 这是国家机密 就是习近平他们中南海 这些高官贵人 他们打什么疫苗 是中国的国家机密 他敢打他们自己做的疫苗吗 他不敢 所以我听说中国的确有小量 非常小量的进口疫苗 东欧跨从台湾进口疫苗去 其实都是叫做特供 这种东西叫特供 就特别供应给这些高官 所以他们对老百姓的性命是不管的 所以你真的 不要相信他说会对台湾人好 如果他对中国人都这么不好 那对台湾人好 所以书院长 你现在的任务 其实是全面防护 租的问题 你也是要自己来 老实说 那个农家 他说自己的台湾自己救 是有道理的 你现在自己台湾自己救 所有的手段 你不能寄望 前一阵子我还在听说 我们寄望说 可不可以因为竹温的问题或是流感问题 我们继续跟中国交流 我的劝告是不必 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就决战境外 所以决战境外的方法 我相信我们的官员都知道 我们的立法院也都知道 怎么做 雷厉风行 大破大力 要放在这个地方 是 新任的那个团队当中 我们看到卫福部 称时中是留任的 我们这两天 我是听到 刚好有一位 从中国返回台湾的 在这个环保领域里头 也是非常有分量的 他自己所了解中国的状况 在流感方面 担心是全面失控 而且流感的一个状况 还很担心 它的严重性 他们预估可能不下雨 对SARS 对全球的终极 如果是这样子 不可思议 那最新的形式 我们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我想中国现在问题非常多 包括非洲猪瘟的部分 包括刚才讲的 江苏省开始 所谓疫苗的部分 还有流感的部分 都非常非常严重 非洲猪瘟已经24省 那现在台湾要面对这个问题 当然那个团队的 有没有发挥出来 这个非常重要 第一个就是要把它阻绝于外 第二个要防御于内 那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庆幸的就是 非洲猪瘟是由本土发现在本土的疫情 现在是没有 都是拿东西进来 拿东西进来 那这个一定要阻绝于外 那这个立法院立刻配合 我们对动植物防疫的部分 我们提高它的罚者 可是现在有一个现象 我们发现 我们在省预算的时候 特别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它罚得越高 偷偷带进来的人越多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国人的这个习惯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刚才县宏哥讲的非常对 就是说 其实台湾现在能面对的问题 不只是内部的 所谓的经济发展的问题 更重要台湾在这个国际局势之间 怎么样来发展 现在中国马上有这些 刚才非洲猪瘟 这个流感 这个疫苗的问题 那其实还有更多的 就是华为的问题 华为问题上次不是才解决一个 加拿大的逮捕一个 然后最近又波兰又逮捕一个 那其实这个不只是 所谓的中美贸易战 而是它的5G 到底用在什么样的内容上 它的5G真的是所谓 还有华为的系统 真的是用在所谓的通讯 增加人民的方便吗 还是通通用在所谓个资的部分 甚至用在国家安全的部分 这个非常非常清楚 结果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某些县政府 每年接受华为的补助 然后再办活动 所以这个部分 我必须提一个观念 今天赖清德讲的一个观念 非常非常重要 叫做我们的政党文化 过去有一句话非常出名 叫做忠诚反对党 意思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你可以有不同的政策 但是你对国家的忠诚度 必须要有 那你在对国家的忠诚 国家利益摆最前面的时候 你提出你的想法 那我们现在担心的是 国内政党似乎没有这样 习近平讲的一国两制 到现在为止 马英九 朱立伦 吴敦毅 没有一个人坑一句话 还在讲说 我们就是要一宗个表 那一宗个表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也不是一个事实 还在讲这个 这有没有做到忠诚反对党 那我要说明一下 这个刚刚提到的非洲租温 包括在防疫的部分 各部分 我们在省预算的时候 居然还有人觉得说 这个不必管那么严 居然还有人说不必管那么严 所以对这个预算有意见 那这个后来当然我们处理掉了 我们后来处理掉 但是这个部分我认为 它不是忠诚反对党应该扮演的 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国家利益要摆最前面 那最重要的是怎么来看台湾的政党文化 民进党在11月24号的挫败 那我们现在想到的办法就是我们立刻 从党 从院 从府 三方面通通改革 让台湾人民至少对这个有信心 当然未来怎么做 有没有办法打引起人民的共鸣 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在野党 也拿出你们的方式出来 不是一味的酸 这是失败内阁 这是复仇者联盟 不是一味的酸 你们这样都不好 不跟中国做经济是不好的 那至少拿出你的方法 如何解决这些 包括非洲租瘟的问题 包括这个流感的问题 包括疫苗的问题 那如何解决防疫 阻绝于外 防疫于内 这个东西大家共同的目标 这个其实没有蓝绿的问题 那这个必须要做到 才有办法解决国内现在的问题 所以民进党 做民进党该努力的部分 那我们也呼吁在野党 这些东西 特别是这个人民 国人健康的问题 这真的没有蓝绿的问题 不要再用说 我们应该多跟中国接触 我们应该都跟中国发展经济 那发展经济 结果我们罚则越高 拼命带进来的香肠越多 这样合理吗 刚刚特别提到 因为商机各个国家的安全保卫战 也同步启动的同时 是因为中国近年来 他们的确加强在国际5G的 标准的制定的组织 全面系列游说 包括参与程度 让西方世界大起戒心 深怕华为或者是中兴的 这个通信设备 会走后门 轻轻松松掌握了 欧美各国的行动网络 所以我们从国安的角度来看 当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戒心同时 画面当中你所看到 是今天国际新闻中心 他们follow这个新闻的后续 因为中国的手机 APP抖音 你知道它在全球各地 都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下载排行榜 也是明夜前茅 只是最近 美国智库提出了警告 因为抖音跟大部分的 社群软体一样 都会要求完整用户存取权 恐怕就让个人资料 外泄到中国 甚至对国家安全形成的威胁 所以因应这样的局势 寇寇姐 我们的国安团队 一直被外界所检视 我们是有激起在面对 这样的国际局势吗 尤其面对中国 这样的一个战略性 面对台湾 刚刚杨老师特别提到 促转会 那促转会 我们知道在去年12月份 曾经召开记者会 他说国防部应该要配合 拆除蒋公同项等议题 国防部就说了 将维持现状 那他认为呢 蒋公是国民革命军之父呢 也是陆军军官学校 第一任的校长 在国军建军 包括中华民国生存发展史上 有不可抹灭的攻击 跟历史定位 所以秉持这样的意念呢 他说要维持现状 这样的国安单位 包括这样的国防部长 来 扣姐怎么看 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安单位 针对这个中国 他们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被全世界所拆穿的 这些侵害民主 然后这个吞噬台湾的 言论自由所展现的 这个民主市场所造成的伤害 跟雪玲玲的实力都很多 那在选前 蔡英文总统也说过 国安单位的调查局 我记得他们曾经证实过说 有两个媒体啊 那个负责人还跑到这个中国啊 去跟汪洋握手 还有一家网络媒体啊 涉嫌拿人家的人民币做民调 哎 这是我亲耳听到 是国安单位的人证实 调查局的首长们 他们在立法院所做的质询呢 然后现在呢 现在是零 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对应的措施 蔡英文总统揭穿了 中国的最终目标 是从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到一个中国到 一国两制到 中国台湾嘛 那这么明确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现在 与其发很多的时间 去说服反对党 来接受 所谓九二共识 就是一国两制 你不如执政当局 就拿出各种不同的数据 修法跟各种的动作 告诉我们呢 那国安单位这个 对于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到目前为止 选前所犯的这些错 刚才姚老师所提到的 不管是国防部的这个部长 他对于这个三军统帅 跟国家领袖 他的政治主张 跟民意的氛围 跟执政党这个通过促转条例 所接诸的这个 治国的一个基本理念 没有办法配合的时候 他就应该下台呀 可是他没有下台呀 他是被这个留用的 那我们的国安局的这个局长 有的时候讲话还颠三到四 被我们节目里面 这个揭发过很多次 那更别讲 国安会咧 国安会现在是存在的吗 我到目前为止都不知道 国安会每天给我们的 李大为 他的副秘书长是 陈文正跟陈俊玲 你们到现在为止 我再讲一次 蔡英文总统 你的国安团队 从来没有一篇演讲 像美国总统的这个副手 彭斯在智库演讲 所讲的这么精准 蔡总统 当你揭发了九二共识 就是一个中国 就是一国两制 我绝不接受之后 你有很大的名气 跟你的领导的气魄跟威望 你应该在一个智库里面 告诉我们一番言论 就是跟彭斯一模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状况 比彭斯讲的 美国还要严重 严重好几倍 你们为什么不能 我告诉你 民进党最近有一个 很可怕的现象 在场有民进党立法委员 你们现在忙着干嘛 保皇 一堆联署 又是女医师联署 又是海外台桥联署 又是国际学者联署 联署倒是不亦乐乎 工作得非常好 然后在那边保小英 保皇 保到跟国民党的态度 是一样的 很忙啊 这样的一个氛围 这样的一个文化 值得我们大家鼓励吗 不值得来讨论 或者是来抗拒吗 蔡总统 你够聪明的话 你就应该制止这种 联署小英支持度 这样的东西 这个支持是民意的支持 是你个人能力的展现的支持 不是靠什么联署书啊 那更接下来的就是 所谓的口译歌的问题 哇 民进党发动了好多人 在网络上打仗 你们打的是口水仗 你们跟一个蓝营的一个 其实地位 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 为了薪水的数字在那打仗 你在说谁 罗志强吗 我实在觉得 他没有必要 用全党的年轻人的力量去打 那为什么呢 就是情绪 那国家没有重大的事情吗 一定要在一个 若是合法任用的职位里头 在那边大作文章 这件事吴钊燮跟蔡英文总统 你第一时间就出来 说明就好了嘛 我举这个例子 不是说是与非 而是说 你这个团队 有没有重新整合 那我再提醒一次 蔡英文总统 你现在 那他人气很旺 这个网络声量也不错 但是并不表示 你军策那些人 可以混下去 你不要以为 清军策这个承诺 你可以这个 一笔带过 说一笔勾销 现在有人在替军策 所以总统府 人是没有要异动 到现在没有啊 他们是想这个混水 这个摸鱼的 把它摸过去吗 李大为不适任 为什么不适任 因为李大为 没有国家的人民 对他的信赖感 就是这样 我到现在我不知道 我们这个国家 被你们讲出了这么多 被中共给侵害 被这个 这个中共给这个 那个吞噬 各种不同的危机的状况 请问你 你国安团队到现在 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你们有告诉我们吗 我反而觉得 美国人对我们比较好 这一段时间里面 替我们讲话的 支持我们的心理的素质的 让我们觉得这个 台湾不会被并吞的 都是美国人 美国的白宫国安会发言人 美国的Gardner 这个好的议员 美国的AIT的发言人 AIT现在在台湾啊 保护台湾啊 保护的能力 比我们的国安会的秘书 所以美国很精准 了解国际地区局势的变化 包括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对于国内的局势 更是辽若执掌状的 比较 我请教的是杨老师 所以国民两党 在1124 当时在选举之前 所呈现的氛围 其实是台湾是被分化的 被假新闻所冲刺的 甚至许许多多的冷嘲热讽 不看好台湾 唱衰台湾 怎么1124前的状况 现在好像发生在国民两党 依然一样有分化 一样有分化 来 这样的情势 甚至是不是更多的假新闻 依然冲刺 来 杨老师 这个不会减少 它只会持续到2020选完 都不会停止 因为这是一个 这不但是一个网络新的现象 这个也是未来会增加的原因 是因为时髓滋味 1124 2018的选举 因为放化文化都有那么大的斩获 就像最近有人去统计 2018的选举 有韩国瑜有网军一样的道理 那网军的内容 它只是没有加以统计 有哪一部分 其实是夸大 虚幅或者扭曲事实的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这种事情不会减少 这也是我觉得 我们的执政当局 包括府院党 这个让我最奇特的地方 他们输在这里 可是好像目前束手无策 只能跟我们一样评论 或者对外宣布 说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事情发生 然后调查局有多少案件 然后国安单位掌握多少案件 然后据点 这样子好像不是政府团队的基本能力吧 所以我们常在这里说 你要不然透过立法的手段 要解决 从法律上 法律来解决 说透过扭曲事实 来影响社会 影响政治的 看看应该怎么处理 要不然你就用行政手段 你也有大量处理资讯的能力 透过行政的手段 来不管揭穿 揭发这些错误的讯息 这都是可能的 甚至于我记得PTT的创办人 他也曾经建议了几种具体的做法 特别针对其中中间的媒体 中间的媒介 也就是比如不管是行销公关公司 所扮演的角色 这是可以查的 这可以负予责任的 这可以出于法律责任的 就是他特别提到这中介的角色 外来的资金 是不是透过这些网络仲介的公司 肆无忌惮的作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查 突然说被确认成为 韩国瑜网军的账号 他背景是不是商业的 他背景是不是 他的经费是谁来负责的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去查查的样子 这就是我们政府 我们对于政府所期待要做的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都由社会所进行完成的 和政府完全好像与其无关 这是我觉得很难想象 如果2020 毕竟2020的选举越来越靠近 如果还有一个一年的时间 这种问题如果再出现 程度不能出现 我们只能说 这是执政党自作自受 完全没有反应能力 蔡英文总统如果选后自我要求 他也变了 苏贞昌的确也变了 但是不变的是国安团队 同样在不同的时空背景里头的境外势力 甚至在裂解台湾的同时 能够随着选举落幕之后 穿过水无痕吗 当作没有发生吗 我看这个VCR 朗东继续帮我们做分析 为什么说苏贞昌也变了呢 如果如图在昨天 征询新内阁的过程中呢 他的脸书发布了一支短片 这个短片很有意思 是团队的小编带领民众 独家解密新内阁的征询过程 来看这个VCR 这个影片以搞笑有趣的方式来呈现 将严肃的征询的过程当中 变成一个轻松又亲密的一个氛围 来看这个两个小编 他是怎么样去看懂简讯 去进行开场的 哈喽 大家好久不见 我们今天呢 是要独家解密 苏贞昌新格魁 他征询新格远的过程哦 如果呢你是 可能的格远的话呢 你会收到一封简讯 那上面会告诉你 怎么到征询区 进入左洞卓月楼大楼 进门后的左侧电梯 上到三楼的教室区 好像不是很好找 哈哈哈哈哈哈 真正群格魁都很神秘啊 我看起来上面都是这样写的 你这样太夸张了 你把外套脱掉 你看那个旁边人都在看更明显 好吗 对啊 哈喽 我们终于历经 千辛万苦来到了 征询的区域了 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 好 走吧 走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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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凌 你等一下可以带我们 就是看一下那个 我们征询的工作场域吗 可以吗 好 好 好 走 是我们云寮休息的地方 对对对 那会有一些人进行 有进行人数的工作 对对对 都在这边 OK 香菱 你觉得 这边有没有跟上一间哪边不一样 一只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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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那到底是哪里 诶 来 就是这边 这样这样 等一下 这是什么 什么秘密通道之类的吗 暗道 对 我这边有一个暗道 其实它是可以通往我们的 征询室 不用出道走廊 那可以直接从这间休息室进到里面 好 诶 还在干嘛 好像在涂乳液 诶 诶 这 这可以播吗 那我们目前啊 征询阁远的工作 如火如火的庆幸当中 我们新任的苏贞昌德 征诚团队也一定会秉持着 我们重重重的精神 来 朗东怎么样看 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过去应该是我们记者要扛的机器 哇 要不断进去到 可能拍到了一个独家新闻 现在是把这个整个征询的过程当中 告诉你说 你这个阁园 你可能会收到一个简讯 要进入哪一个大楼 就是被征询了 还带着我们去看现场的一个状况 来 怎么样看 其实这就是一种战斗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说 其实民进党也有进步了 会用一些比较亲民的直播的一个手段 让大家去轻松的去接受资讯 然后去建立信任感 这些都是战斗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发现说 过去我们在教育当中的军训课程 就只会教你拿枪要有体力 那像华为这种5G的这个设备 里面会有盗取各支的 又或者是甚至连手机的APP 都可能有各支风险 这些却没有纳入到国家安全的考量里面 都觉得是假的 我觉得这种危机意识的缺乏 才是整个蔡政府必须要先赶来去应对的 来 妹妹 当各国都在禁止华为的时候 我们华为手机还到处通行啊 WhatsApp多少人在用 微信多少人在用 各位知道吗 马化腾这后面也是有中国的军方的 所以这一切 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 我们的国安团队必须要加强 因为我觉得在这方面 不知道是因为能量不足 还是积极都不够 心态有问题 或者说整个能力是完全不足的 就比如说韩国瑜 他其实贩卖一个中国梦 可是各位知道 现在中国有多大的危险嘛 所以刚刚说内部的 朱瘟的疫苗的议题 社会的不稳定以外 各位你可能不知道 中国已经有四千万失业大军了 中国的存云 现在其实已经他们开始返乡了 为什么 因为有五百多间公司注销注册 七百多万人返乡下赶 他的经济成长是往下走的 台湾跟他越经济深度结合 我们可能会暴露越高的风险 他的国债是非常多的 投资进来 返乡进来 我们自己有转单效应 我们应该要给人民一个梦跟希望 同时对中国要有正确的认识跟理解 但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是 政府在这方面 给人民信心感是不够的 对中国的警示也是不够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心防 我们自己有错误的理解 乃至于我们自己在硬体 软体上面的不足的话 那就是真正的国安问题 所以国安团队要加强 总统旁边身边的幕僚能力要加强 那不要有私心 用对人做对事 赶快加紧时间 这个才是台湾未来的正办之道 好 下一波的人事 人民的期待 回忆民意接地气 会不会就是来自于总统府的人事跟国安团队呢 即使31岁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的赵怡翔 你觉得年轻就不应该被重用吗 年轻透过了情理法合格赋予这样的职位 难道就比不上老外交官吗 为什么一个还没有走马上任的年轻人 为什么要以这种不实的消息甚至假新闻 突天盖地可以轰他轰一个月 你觉得合理吗 我们国家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吗 非常谢谢各位 持续锁定新台湾家里再会